最近一段时间 德运社的积木丹经常的发生变化 而作为队长就需要经常的求师兄弟们帮忙救场 前几日烧饼就曾杂卦张九龄 称张九龄太狠了 因为之前张九龄和四哥曹赫阳约定好要一起演出 四哥正好有时间 所以询问张九龄 张九龄则表示 有事请给我经纪人发邮件 虽然是嘴上痛快了 但事情没过去几天 没想到烧饼自己也求到张九龄的头上 9月11日烧饼发文表示 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参加15号的演出 邮件身房会员张九龄代替自己演出 还配上了一张图片 图片中是烧饼和张九龄的沟通过程 但没有想到随后九龄在线拆台 张九龄评论道 有些人就是表面威风 并附带了一张图片 图片中也是烧饼和张九龄的沟通过程 但多了两句话 一句是烧饼说的 您受累吧 张九龄则回复道 行吧 态度不错 看到张九龄的评论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饼哥真是太会了 把最怂的话都删除了 看到张九龄在线拆台烧饼 不少网友表示 张九龄这是要将囚人 得有个好态度进行到底了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烧饼真是太难了 演出时日得囚人 在后台卑微的给师兄弟们鞠躬 不能演出时日还需要囚人 太难了 我现在很卑微 我现在得四处的求人 我都不敢多演 我怕人家师弟挑我演 我知道这个 今天跟他们的老公老进眼 他今天不进口的 就二位我来了 我说什么都不骗 你知道 看到如此卑微的烧饼 也有网友表示 毕竟是老队长多少要给点面子 不得不说 经过这一番互动 许多网友将烧饼不能演出的事情 抛之脑后 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这也是对观众们负责 也期待张九龄和四哥 同台演出的杂卦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